高醫師在您看來的話 是不是要看那個子彈的重彈 從下額上去的傷口來看 才知道它可能會是什麼死因 因為我們那個子彈商分為三種 接射 近射 遠射 只有接射才有可能是自殺 遠射 近射都是他殺意外 怎麼分別就是 這支槍那個槍管是直接靠在皮膚 還是有一個距離 還是更遠 最有分的接射 近射遠射 就這樣分的 最大力的是因為我們情人 靠在皮膚上面的時候 它噴出來的火 火 它會燙 還有煙燒 在皮膚外表是看不到的 因為直接靠著了 你如果稍微有一個近射 它就都會 煙燒 火傷 燙傷都有 它顏色也都沒去 因為太遠了 所以整個都沒去 所以等於說 現在要看那個射入口的大小 對 還有手上有沒有煙燒反應 是不是他開的槍 還有那個子彈是哪一支槍出來的 這個也是一個重點 之前高醫師是不是有遇過什麼樣的案例 大概十六年前 蔡某某他也是在金鐘 在練習打靶的時候不小心 去打到 它去打到自己 它是吹吹的 它打到嘴巴 一開始我們大家都以為是 它是自殺 後來改為意外 但是後來我們才知道說 原來它打進去的子彈是點四五 不是那一支槍 所以有問題又更大 不然也不改管 還在打官司嗎 已經結束了 定念了 我們可以聽到高醫師這邊說呢 如果要看這一位上兵 是不是自強或是人為操作意外的話 是要看子彈的穿入傷口來定 如果比子彈的還要大的傷口的話 就有可能是自強的意外 二十六歲許心上兵的媽媽 在家人檢調單位陪同下 神情哀傷 要來台中殯儀館進行商宴 家中獨子的她 今年六月回憶 在空軍清泉岡基地打靶 中彈死亡 里長透露 許心上兵是家中領養來的 沒有血緣關係 但感情很好 家人甚至不敢在第一時間 將二號告知八十多歲的阿嬤 八號下午兩點 打靶使用T91步槍 突然擊發子彈從下顎貫穿臉部 導致血腥上兵身亡 死因隔了一夜 軍方表示還在瞭解中 發一高大成說 重彈距離約六十公分近射 再遠程遠射 接射是靠近皮膚射擊 加上射入口大小 有沒有比子彈大 來推測重彈方式 才能確定死因 十六年前蔡某某 他也是在金鐘在練習打靶 他打到嘴巴 一開始我們大家都以為是 他是自殺 後來改為意外 但是後來我們才知道說 原來他打進去的子彈 是點四五不是那支槍 所以我們得更大 高大成用經驗談講述案件 許信上兵重彈身亡是人為操作問題或是自強 全案詳細事發原因 還要等待相關單位進一步調查理清 貼片新聞 廖文汉 黃國軍凌生 SNG小組台中報導 國軍一群人走進台中同綜合醫院急准室 要來了解清泉鋼基地 二十六歲的許信上兵 重彈死亡的意外 當時八號下午兩點 台中空軍防空即飛彈指揮部 三零二營 二十六歲的許信上兵 在靶場進行T-91步槍 打靶射擊時 槍支突然擊發 從下二貫穿臉部 當場昏迷倒地 緊急送醫 下午兩點半到院已經沒有呼吸心跳 醫生診斷後宣告不治 同步通知家屬到場 我現在確定已經死亡了 那我們現在正在調查 這個調查監視 據了解來自台中的許信上兵 是今年六月回憶的志願醫上兵 加州台中太平一帶的家人 聽聞消息也隨即趕往醫院 重彈身亡的士兵 子彈下鱷貫穿下巴 是不是人為操作舒適 譬如清槍動作有問題 或是至強疑慮 軍方和檢調單位要一一理清事發經過 同時協助家屬處理後事 TVS新聞陳其軍 劉婷婷 林軒 SNG小組台中報導 他會有一線二線然後會有準備 那在就我的現在相關的理解 他是在二線的準備當中 許信上兵還在二線準備中 怎麼會發生意外 顧部長坦承對踢勾腰 從驗槍到打靶到清槍的SOP 第一不太清楚 今天有國軍上我反應 他說每一次打打的時候 他都很害怕 因為清槍的人第一 很多人沒有按照程序來 卡彈史安全 軍官以為處理好了 結果槍支還是故障 有時候是檢查的人有問題 有時候根本就是槍支故障有問題 我想委員的指教是對的 我想我下去之後 根據這個事件 我會要求全面的釐清 剛剛提到的整個SOP 他有沒有做到 那應有的SOP是什麼 相立委承諾一定釐 翻開傳統的打靶前 驗槍上下哨口訣 驗槍蹲下 取下彈夹 轉槍面向右 拉拉丙將槍機固定在後 關保險 通室槍堂檢查鑰室內有骨子彈 無燕壁 送上槍機開保險 擊發拉拉丙兩次 擊發再擊發 轉槍面向左 裝上彈夹 轉槍面向刺激 體力爆號 許信上兵是臉部下額中彈 中彈前槍放在哪個位置 是關鍵 其實士兵要檢視槍支的時候 其實也應該拿起槍支對上 對空 不可能拿到槍支來看 或是說他要看看槍口有沒有狀況 然後突然一不小心 突然槍口朝向自己 或是說安全軍事官 沒有仔細的覆驗或覆查 這個槍之內呢 還有沒有上彈的指導 軍中在發生漢事 來龍去賣袋 調查釐清 TVB的新聞等我去劉婷婷 看不到 好 所有觀眾朋友 現在所在位置 在台中的統眾和醫院 這裡會在這裡 原因是因為剛剛 稍早兩點半的時候 送來了一名 二十六歲的空軍上兵 中彈死亡的消息 我們來看到這一張圖 這個士兵呢 是來自於空軍防空 攻擊飛彈指揮部 302影的士兵 他是志願役上兵 二十六歲姓許 是台中人 而他當時呢 是在做打靶練習的時候 已死有意外 而中槍 是從下巴下顎這邊貫穿上去臉部 而導致了當場 沒有呼吸生命跡象 而在送往醫院的過程當中呢 他就已經宣告生命有點 就是沒有生命跡象的狀況 因此呢 到院前之後 經過醫生的診斷 確定宣告死亡 而呢 目前家屬也有同步來通知 他的家屬是住在台中海線 也就是豐原附近 正在趕過來的路上當中 而他為什麼會中彈呢 會不會是人為操作問題 在清槍的時候 而發生意外或是機械問題 甚至是不是有可能自強 國防部都要來深入了解 以上是我們現場的最新狀況 主播